这天封肩妈妈带小朋友们去泳池游泳 封肩妈妈表示 今天小朋友们可以把她当成自己的妈妈 有什么事都可以尽管说出来 那妈妈 奶奶 不行 妈妈的奶奶是属于我的 哎呀 封肩真是的 都现在真很奶奶啊 随后来到更衣室 一个储物柜居然要一百块钱 封肩觉得储物柜很大 提议大家把东西都放一起 小心则表示这样的话 大家的内裤会缠在一起的 就这样 郑南和阿黛瞬间改变主意 选择一人一个柜子 话说这柜子还真够大的 小新直接在里面给大家露了两手 来的帅气的变身秀 接着出来外面 大家有序的热身准备下泳池 小新这时还不忘给自己的屁屁也来个热身 热完身后 小朋友们来到儿童泳池 封肩表示这里没什么好玩的 那边是小鬼用的 这是满满糊糊了 接着他们来到流动泳池 郑南提议完捉迷藏 封肩表示很赞同 规则是不能离开泳池 被追的时候不能逆流而上 说完就开始捡到石头部 小新不幸当鬼 怪我还这么深信你呢 游戏开始 小新从一数到十 数到一半的时候 正好两个大姐姐经过 小新自然不会错过这个绝佳机会 幸好封肩及时把她拉回去 之后封肩在泳池等待好长时间 都不见小新人影 疑惑之际 突然从水里冒出一个屁股 封肩以为那是小新的屁屁 赶紧拼命往前游 结果在前面居然遇到了小新 原来刚才的屁股是小新用的道具 真是脑洞大开的鬼才 这边封肩的妈妈正悠闲坐在泳池边 摆弄各种姿势 不得不说真是风韵有存 走过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她两眼 因此还自我感觉还是很有魅力的 这时小朋友因为口渴了过来找她 随后在休息喝饮料之时 小新突然问她背后的针灸贴 能不能撕掉 风尖妈妈还在疑惑背后是怎么了 小新告诉她背后还有两个圆圆的印记 紧接着又补了一刀 想装年轻也是很辛苦的哦 这让风尖妈妈很尴尬 这才意识到刚才为什么人家都在看她的原因 众所周知 风尖妈是所有妈妈里最大方最热情的妈妈 而在这一集里 小新他们辛苦帮风尖寻找钥匙 风尖妈请大家吃豪华火锅大餐 真是美味十足 这天小新他们在公园玩游戏 不知不觉到了傍晚时分 几人决定各回个家各找个妈 风尖表示今天妈妈出门不在家 自己只能一个人吃晚饭 妮妮觉得这样好孤单 可风尖嘴上说是但心里缺了开花 这样自己就可以尽情观看可爱屁 突然风尖停止脚步 慌张地表示自己的钥匙不见了 于是大家赶忙再次回到公园帮忙寻找 小新回头告诉风尖自己也会好好努力的 看到小伙伴们找得这么认真 风尖感动万分 心里寻思自己进不了家门无所谓 但观看可爱屁才是重中之重 突然发现小新用邪魅的眼神看着自己 原来这小子刚才说的意思是要努力用眼睛守护风尖 随后小新也一起帮忙寻找 可这小子又开始玩心大气 风尖 风尖 你看我的身材很棒啊 一番搜寻后还是没能找到 郑南叫风尖先去他家里等妈妈来接他回去就好了 风尖委婉地拒绝了 电磁小新表示如果不喜欢郑南家 那就去他家也可以 这瞬间击中郑南的心 小新说到如果一直找不到钥匙 再不回家妈妈会骂人的 听到此话几人纷纷动了回家的念头 风尖当即装起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说着就让他们先回去自己一个人寻找就可以 可不料小新竟直接宣布当场解散 这让风尖瞬间破防了 这时郑南询问风尖钥匙有什么特征 或者上面有没有钥匙圈之类的 此话让风尖顿时吓得脸色苍白 因为自己的钥匙圈是可爱皮 为了不被大伙发现 风尖只好摸着口袋 广称钥匙已经找到了 随后等大家都回去试 风尖又偷偷跑回到公园继续寻找 很庆幸刚才突然想起钥匙圈的事 要不然被大家知道的话 自己维持已久的尊严就没了 想想就觉得很可怕 接着风尖便来到小新刚才寻找的沙坑 继续寻找一遍 可不料这时小新几人又突然出现在身后 他们误以为风尖是为了不想麻烦他们才说谎的 小新表示他们是好朋友 所以一定要帮忙到底 风尖瞬间感动至极 紧接着大家开始继续寻找 而为了避免被他们先找到 风尖摆出一副拼了命的样子疯狂搜寻 最终他成功找到了钥匙圈 然后赶紧隐藏在身后 小伙伴们纷纷为他送上祝福 然而小新却表示想看风尖拼了命寻找的钥匙长什么样子 然后就引起连锁反应大家也都想看一眼 风尖无所适从之际 幸好妈妈及时过来这才逃过一劫 随后再回去的路上 风尖暗暗自喜这下可以回去看可爱评 而得知大家辛苦帮风尖寻找钥匙 为了表示谢姨妈妈打算邀请小伙伴们到家里共进晚餐 风尖顿时无比绝望 随后小新他们便来到风尖家吃上豪华火锅大餐 大家吃得开心至极 而风尖却是一脸惆怅 我讨厌妈妈 更讨厌妈妈 你说什么 这是多少人看哭的一击 自从有了小葵后小新就备受冷落 伤心的他也想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更何况他只有五岁呢 说起来自从小葵出生以后 我就没有什么机会陪小新玩 他可能是因为这样岁才很伤心的 这天放学回家的路上 吉永老师注意到小新今天一整天都闷闷不乐的样子 从小朋友口中得知自从小葵出生后 小新就一直收到爸爸妈妈的冷落 所以才变得如此忧愁 吉永老师便立马安慰他 今天回家呢你就投入你爸爸妈妈的怀中 好好地散个娇好不好 又或者可以把今天话的话跟他们分享一下 你今天晚上要约会吗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比平常温柔 哪有 我天天都很温柔啊 随后回到家 小新便含情默默看着美牙 与此同时屋里传来小葵的哭声 来了来了 此时的美牙眼里只有小葵 丝毫没注意到撞得满脸通红的小新 还训斥她赶紧去刷牙洗手 而小新拿着话就要让美牙先看一眼 小葵 先洗手漱口 期待了没有 小新顿感失落丢掉手里的话便转身离去 看着妈妈只爱妹妹一人 伤心的她准备借果汁来消愁 到了晚上广之下班回家 小葵 看到广之对小葵百般呵护 小新也上前撒起了娇 去去去 走开点 不要靠近 美牙还过来火上浇油 吐槽小新放学回家就这副德行 于是广之便要开始对小新说教 可小新根本就不想鸟她 结果 小新 我讨厌妈妈 可讨厌爸爸 就在这时美牙注意到地上的话 接着便赶紧拿出去给广之看 原来这是小新画的全家福 她是多么希望自己能跟小葵一样 被爸爸妈妈一起抱在怀里 看到这幅画广之也明白了过来 自从小葵出生以后 我就没有什么机会陪小新玩 她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才很伤心的 离家出走 夫妻俩赶紧出去寻找 并交代小白好好照看小葵 殊不知此时的小新就在狗窝里 小白 他们去哪里呢 反正也不关我的心 就在这时屋里传来小葵的哭声 你可以叫爸爸跟妈妈来照顾你啊 但小新最后还是选择进来照顾起小葵 不要哭 小葵乖乖 小葵乖乖 小葵乖乖乖 另一边找不到小新的美牙正急着嗷嗷大哭 广之也准备要报警处理 结果进去一看 此时的小新因为照顾小葵太累了正呼呼大睡 美牙目睹这一幕也绷不住立马失声痛哭 看到眼前如此懂事的小新 夫妻二人心里顿时无比愧疚 也许这就是二胎家庭的难处吧 今天晚上妈妈要一句抱着你个好哥哥 爸爸给你个香吻